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空过 可以看视频左上方咨询 我们来看这个女主的一个面向的案例啊 女主呢 肤质银润啊 肉稍多一股啊 面股也是均衡啊 三亭的开阔大气 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面向格局啊 那么骨羊肉因啊 稍显营养质啊 是对女人来讲是阴阳得配啊 能享这个福音还是不错的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三亭比例来看啊 这个三亭比例还算是均衡啊 特别是这个上亭额运来看的话 开阔饱满高龙啊 这个出生家庭环境有我啊 发极限其中能享祖宁的庇护啊 六亲得告 父母关爱有家啊 这个家庭环境很好的话 一般这个人呢 天然的一种性格的形成啊 包括个人的一种 一种人生的起点都不会低啊 所以说早年的运势是对于一个人 整个人的一生啊 是非常重要的啊 特别是这个我们说额头 额脚父母脚高龙饱满的人呢 跟父母的缘分非常的深厚啊 所以说再加上这个啊 这个官怒宫也是非常的平满 没有质和疤痕的干扰啊 凭借早年的聪明才智啊 能够入宫门进世界单位吃国家饭啊 是非常不错的一种特点 同时呢额侧呢 也是非常的饱满的 额宽额侧饱满的人呢 一般记忆里非常的好啊 而且呢这个额侧呢 也是早年的财博宫啊 30岁之前的钱财能聚啊 所以这是非常不错的 出城就比较早啊 这个人生起点不低啊 加上这个梅尾福天仓啊 梅尾也是采霞处啊 梅尾聚而不散的人呢 包括这个梅啊 眉毛顺滑的人呢 这个在情路上是比较顺畅的啊 在因缘方面是不见坎坷啊 这个很快的能够找到正缘啊 并且呢在婚姻当中呢 也是非常的幸福美满 而高一眉聪明伶俐啊 这个凭借早年的这个 聪明学识啊 人生起点不低额侧 这个包括这个眼尾眉尾啊 虽然眉长眼大 但是眉尾眼尾夫妻宫啊 留了足够的位置 夫妻宫平满啊 姻缘顺畅 人也是非常的聪明伶俐啊 乖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眼神啊 这个细圆啊 这个眼睛圆呢 稍微有一些这个漏白啊 稍微有一些漏白 那么不过呢 影响到不大啊 因为它本身呢 这个眉眼得配 田宅工程啊 这个运势根基非常的稳定啊 即使稍微 稍微眼睛有一些漏白呢 也不影响它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啊 这个运势 因为这个我们说眉啊 眼呢 眉为眼之滑盖 如果是眼稍微漏白的话 眉嘛最好是要长一点 浓一点 才能够掩盖住 这个眼睛的能量啊 所以说能够顶住 在应援方面的一些压力啊 在这个 包括一些烂桃花干扰的一种 顶住 能够顶住这方面的压力啊 到了进入婚姻的 那么运势更是强劲啊 这个鼻呢 高隆厚重 鼻翼饱满啊 鼻头见肉 富运强财运 中间运势是节节攀升啊 加上全国也不弱啊 全国也不弱 双拳饱满均衡 鼻拳 这个得配啊 君臣相左啊 所以中年运势是 非常不错的 特别是这个 非常有望肤潜质啊 那么虽然鼻头大 但是也没有压了人中啊 人中呢 也是深阔 建功啊 自私丰隆 体质家 直到了这个下 这个双唇来讲啊 由于下亭啊 整体偏弱 而且呢 下亭稍歪啊 导致这个双唇呢 也有一些歪斜啊 那么注意这个饭口舌是非 因为这个唇薄 而上翘的人呢 言语伶俐啊 并且呢这个快言快语啊 伶牙俐齿啊 这个在言语方面是容易言多必试啊 注意这个少言多观察啊 注意这方面 那么我们看到下亭呢 这个下巴稍歪稍尖了啊 晚年运势倒是一般的 容易为这个子女操劳忙碌 这个是整体的面向是属于这个上上等面向啊 是非常不错的 只是这个下亭稍歪了一些啊 那么好了 内容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如果是有空过可以看视频 多让我们咨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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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